吉林省作为中国东北的老工业基地 正站在全面振兴的新起点上 努力实现新的历史性突破 那么这股突破的动力和活力 从何而来 答案在于改革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 在国际舞台上 红旗车以其豪华大气 与人文底蕴展现出 中式豪华的风采 被誉为国车的代名词 在海外祸粉无数 而生产了红旗车等 诸多国产品牌车的 一汽集团正是吉林改革的先锋 它的红旗车生产线是什么样的 融入了哪些令人瞩目的 高科技元素呢 我们一起跟随记者 到红旗汽车的现代化工厂 去看一下 这里是建成于2021年的 一汽红旗制造中心繁荣工厂 它的面积比北京故宫还要大 这么大的工厂 我们先通过空中的无人机 来飞越车间的上空 通过空中的航面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车间的上方是布满了光伏的发电板 它们可以将光能转换成电能 每年可以提供 1400万度的清洁电能 它相当于工厂全年用电量的8% 而如果是一个下雨天 工厂所建造的这个雨水收集系统 也会发挥作用 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处理和净化 能够将工业用水和雨水实现在次的利用 每年能够节约用水上万吨 一辆汽车的诞生 首先是从冲压车间开始的 在这里 大型的冲压件会将钢板冲压成 一个个汽车的单件 然后运往一个完全自动化生产的车间 焊装车间 在这里分布了730多个机器人 它们的身上有3000多个数据的采集点 能够实时地监测温度等条件 是否达到最佳的状态 如今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有一台整车的框架从这里诞生 那么一个车间当中 如何能生产出更多的车型 考验的是工厂的柔性化管理 比如说我们所在的总装车间 它一共有11条自动化的生产线 可以在不同的车型之间自由地切换 在这里风挡是自动安装的 轮胎是自动安装的 底盘也是自动安装的 机器人干活不仅效率高 而且还充满了智慧 这些生产的一汽车都会销售到哪里呢 这里是长城国际路港 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 通过昏春或者是满洲里 连接到共建一带一路沿线的15个国家 每趟中欧班列能够运输110个标箱 中国制造就是搭乘着这些中欧班列 直通欧洲 其中货物的70%以上 都是一汽生产的汽车 近十年时间 一汽的销售地覆盖了欧洲 非洲 南美洲等87个国家和地区 年出口近10万辆